欢迎回来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2019英飞龙腾新年新春音乐会 将于1月12日在洛杉矶东区柔斯密市高中礼堂正式开幕 未向社会各界介绍本场音乐会的盛况 主办方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等机构 于日前召开新闻报复会 本场音乐会执行总监 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董事长 乌素肥等主办方负责人 分别在会上介绍了本次音乐会的各项精彩内容 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 2019英飞龙腾新年新春音乐会 将于1月12日晚7点整 在洛杉矶东区柔斯密高中礼堂正式开幕 未向社会各界介绍本场音乐会的盛况 主办方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 美国英龙传媒 于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 音乐会执行总监 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董事长 乌素肥 美国英龙传媒总裁 舒燕涛 分别在会上 介绍了本场音乐会的各项精彩内容 非常高兴 2019英飞龙腾新年新春音乐会 假如1月12号 在洛杉矶和大家隆重见面了 那么在传承 发芽 推广民族音乐和戏曲文化 是我们主办方一直在精心做的一件事情 这一次的音乐会 我们同时呢 还是要为了发芽和展现戏曲和文化的特色 因此呢 还是由中华国员团来单纲演奏 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 中国国家艺术指挥演奏家 王永吉先生 来担任本次音乐会的艺术总监和总指挥 同时呢 我们还将为大家呈现 我们地方的戏曲精彩节目 有金剧 乐剧 昆曲 还有黄梅戏 玉剧 等等 那么同时呢 因为这场音乐会 也是为了庆祝中美街交 40周年的大型演出活动 我们特别挨排了 有音乐天使苏星仪 为大家带来的外国歌曲 我们还挨排了 明月小虫奏 月亮河 还有民族管学院大合奏 杨基哥 拉德斯基进行曲 等外国节目 我相信这一台音乐会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精彩封城的艺术盛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文化领事王景 等各节人士到场祝贺 他们预祝本次音乐会圆满成功 中国著名指挥家 国家一级指挥王永吉 将职棒本场音乐会 并担纲音乐会艺术总监 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总裁李音 80年代当红歌星 上海琴歌王子李刚 著名吕美南高音歌唱家贾斌 著名吕美二胡演奏家向琴 等多位艺术家 将共同担纲本场音乐会的演出 汉天威士记者 吕立川洛杉矶采访报道 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 迪特律活塞昨日坐镇主场迎来 圣安都尼奥马次的挑战 首届开局活塞状态大热 标近四季三分和一季二加一 打出21比9的攻势 早早确立起两位数的领先 马次末段及时找回进攻手感 依靠着米二四的三分和造三分犯规 带队打出反击咬住比分 首届战败活塞31比25领先马次 次届马次迅速扭转局面 一局反超比分 这一届马次回敬对手四季三分 外加一届二加一 单届净胜活塞14分 并以59比51反超活塞结束上半场 一边在战 活塞虽然落后不多 但不稳定的进攻导致分差迟迟不见缩小 马次稳扎稳打 一直将优势维持在10分左右 活塞依靠着洛伊尔最后时刻连得4分的表现 将分差追至11分 进入第四节 末节 马次虽然没有占到便宜 拉开比分 但他们也没有给对手任何追分的机会 一直稳稳掌握着10分以上的领先优势 最终马次119比107 击败活塞 拿下5连胜 休斯顿火箭同一天 坐镇主场迎来西部领头养决金的挑战 首节比赛 两支球队开启标分大战 决金冲抢篮板 预计其首节状态大热 砍下11分6篮板 防守端则多人包夹哈登 不给哈登任何出手的机会 而哈登也选择分球 并单节送出5次助攻 决金依靠着莫里斯最后时刻连得5分的表现 取得2分领先 次节约基奇在进攻端明显没有第一节那么疯狂 但卡佩拉却在决心的内线各种肆虐 只要在对手篮下抢到队友送出的助攻 基本都能完成各种扣篮 或者制造犯规 加上哈登最后时刻的爆发 火箭将分差扩大至两位数 半场战霸火箭70比60领先决金 一边再战火箭这一节6几3分多次拉开比分 不过顽强的决金最后一刻回进一波7比0的攻势 重新追上 三节结束火箭96比89领先决金 末节决金凭借开局发挥一度将分差追至6分 但火箭这边很快做出回应 火箭打出净胜12分的攻势 将分差扩大至18分杀死比赛 最终火箭125比113千举决金拿下比赛 达拉斯独行侠主场迎来洛杉矶湖人的挑战 比赛刚一开始 巴恩斯为独行侠先拔头筹 独行侠取得5比0的开局 随后鲍尔三分线外百步穿扬 也拿下湖人首分 首届比赛结束 独行侠暂时领先8分 次节再战鲍威尔凭借着掩护 跳投命中 帮助独行侠将分差扩大到两位数 哈特命中高难度飘移投篮 半场战霸独行侠67比54 暂时领先13分 一边再战 湖人上来连得5分 继续缩小分差 尽管冬季其一人连得7分 但湖人打出一波14比5的攻势 将分差抹平 本节末段 湖人打出一波6比0 三节结束 湖人反超独行侠6分 进入末节决战 哈特胡顶3分 稳稳命中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位数 随着迈机连续两季 势大力程的战斧爆扣 比赛也基本盖棺定论 最终胡人 克场107比97 逆转战胜独行侠 另一边 萨克拉门托国王坐镇主场 迎来奥兰多魔术的挑战 首节比赛 双方就打得难解难分 比分不断交替上升 最终国王凭借一波5比0的小高潮 反超比分 以29比25的领先 进入了次节的较量 第二节开始后 魔术手感冰凉 前四分半中一分未得 被国王队一举拉开分叉 最终两节战霸 双方战成58比42 国王带着16分的领先进入中场 一边再战 国王优势不减 比分进一步被拉大 到第三节结束时 比分已经来到90比62 国王将领先优势扩大到32分 比赛就此失去悬念 第四节 双方都派上了球队的替补阵容 魔术替补本节发挥出色 一度把分差缩小到14分 但是国王最终顶住压力 以111比95拿下比赛 汉女卫士高明编译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今天的寒天卫视晚间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紫彤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